你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眼光 你有的时候为了女生 就该做一些自己 不愿意做的事情 丢脸的事情 问题是我不觉得 吴迪喜欢这些幼稚的东西 她也不是那种小女生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跟你说 女生年龄不管多大 她都有一颗少女心 她都喜欢这个 好吧 我们今天超低能约会 现在开始了 走 走 走 玩了还可以吧 不要 别老丧这张脸 找点儿童趣 吃个棉花糖开心点 真的很无聊 很幼稚 你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认为很无聊 很无趣的东西 那在吴迪眼里看 那就是很幸福 很浪漫 你不要老以自己的立场 去思考问题 要站在人家无敌的立场 替他想一想 好吧 这你新拍的照片吗 是啊 我看看 我看看 怎么 跟我不像吗 我觉得不太像 那也很像啊 不是 你看 你看这照片 比你好看 真的啊 你看啊 没什么不一样 这你比你小多了 真的 好了 再不了了 晚上我等你 不见不散 好 走了 干吗 签字呢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不想活了 好 累 比非一个长线还累 哎 你知道吗 我跟肖默单独出去约会了 约会 还单独啊 瞅你这些卧躁的想法 我是去教肖默 怎么让吴迪开心 让他笑了 行吧 我承认 这次是我 又是我犯贱了 还不是放不下吴迪啊 再怎么说 人家俩这次吵掉 也有我的关系 只要吴迪高兴 那怎么都行 行行行行 这次我认输 甘愿受罚 来吧 打这边 现在没人 要咋赶紧打 我没心情打你 而且 这样打有啥意思啊 我还想怎么打呀 受刺激了 你以为这天中午 我看到于婧了 这不是挺好吗 生什么气啊 你以为我想打 你自己打 儿子 你说 literally 呀 这宋家不是我女朋友吗 他怎么一转眼 就跟其他的人出去玩呢 女朋友 你有跟别人说过她是女朋友吗 你说你明明挺喜欢人家 又在一起了 干吗不承认啊 我没有不承认 我是拿她当过女朋友 要不然 我干吗整天找女儿啊 我的意思是 你没有在别人的面前承认 你有大大方法 把她介绍给别人吗 有吗 没有 你对我都没有 我 别你你我我呢 你就是对人这余杰不认真 不负责任 你说你就拿出那点打拳击的劲儿 对待着余杰至于这样吗 我跟你说 机会都是自己争取的 尤其是感情 抓住 怎么又跟她一班啊 大哥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啊 我说你直接跟飞行宗里说一下 以后就不要拍在一起了 这样每次临时调盘多麻烦啊 跟吴迪在一起 千万不要逃避 逃避就等于放弃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没事 我不调了 一起飞就一起飞吧 你真的能行吗 我什么不想的 来 要我带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是我妈带给吴迪的红枣 给她补身体用的 你也可以吃 来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你告诉她 我下个礼拜跳班了 跟她一起休息 你说你们俩住楼上楼下的 你干吗不亲自告诉她 反正我和吴迪之间 是有一点问题 我承认我这个人 有一些完美主义 有时候这种完美主义 会带给身边人一些压力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完美主义 所以我对爱情的观念也是完美的 所以我希望两个人走到一起呢 就能一直这样走下去 所以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告诉她 这个东西呢我帮你得上去 刚才那些话 你就自己转给她吧 你得亲口告诉她 让她明白你的心意 加油 加油 不是 你 你稍微编辑一下 那逻辑上 删减一点也可以啊 东西我带到了啊 你准备怎么办 你也不想想人家肖默 有那么一个骄傲的人 现在害怕跟你说话 害怕被你拒绝 你好歹给人家一个台阶下 是她不要跟我一起飞的 可是她说要跟你一起休息呀 那为什么是一起休息 不是一起飞呢 这有什么区别呢 我也不懂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懂过她 肖默吗 嗯 说什么 说叫我明天去看电影 去呀 都不确定要不要去呢 你不确定就跟人判死刑 死刑之前又得个死缓吧 给我个面子 给她一个面子 你好好想一想 她给你什么好处 你这么帮她说话 什么好处呢 这红枣就把你给收买了 我买给你好不好 想要让别人轻松 你自己的气场想要轻松 你一定要真心地笑 你笑了 吴迪才会笑 走吧 去哪儿 带你看电影人家 好啊 来 给 谢谢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你好 嗯 真的很无聊很幼稚 你认为很无聊很无趣的东西 那在吴迪眼里看 那就是很幸福很浪漫 你不要老以自己的立场 去思考问题 要站在人家吴迪的立场 替他想一想 就 啊 对 这一步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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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饿不 想吃什么 我想吃日本菜 行 那就吃日本菜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想吃牛排 行 那就吃牛排 不要 我要吃披萨 可以 吃披萨 那你呢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你想吃的东西 吃披萨吧 走吧 那边 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可是我为什么 还是舍不得放手呢 回来啦 嗯 进展得怎么样 都聊清楚了吗 哎呀 我今天玩一天很累了 我改天再跟你交代好不好 嗯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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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吧 去吧 快点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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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失刻 是我忘不掉所有 昨日的阴霾有着后 会的 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 好的 今天玩得很开心 电影很好看 谢谢你陪了我一天 晚安 冷風 命中注定的錯過 也帶走了夢的所有 還以為神獸能擁有 tecn往看 好啊 姐 好啊 你也在 我這不是休假了嗎 我就順便過來 搬個忙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过来啊 反正也睡不着 就在这儿来呗 吴迪姐呢 她可能还没起吧 你没吃早饭吧 等我会儿 您烤面包 好 谢谢 怎么样 听说最近 去外飞泵宣言家回访了 还顺利吗 夏宇呢 罗东做了不少家访 小朋友都很开心 我最近飞得多 也没有时间 下回你叫上我啊 一定的 别用紧 趁热吃 谢谢 看来 你和朵朵进展得挺顺利的啊 是啊 朵朵她很体贴 也很有上进心 我还想找个时间约她一起去 对着心 看见你俩这么好 我也就放心了 刚才我看你在店里心事重重的 你是不是跟吴迪 发生矛盾了 也没发生什么矛盾吧 我一直很努力地 想跟她相处好 甚至于为了她 我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越改变 好像她越难接受 你俩的成长环境不一样 价值观也不一样 而且 你俩都很好手 你说你俩相处了这么久 在一起本来就不用你了 不要可以去改变 来 洪副驾 您的调班申请运营部门那边已经批准了 谢谢 不客气 吴迪 机长 上次的事情对不起 我的申请已经下来了 以后不会再跟肖默一起飞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不过县姐当然说 这样对你们两个都好 毕竟肖默马上升级考核了 不能再分心了 知道吧 知道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们也该飞了 嗯 好 走 我们也走吧 好 走 走 我先飞了啊 小彤 快搬点 来 给的 肖副驾 您和吴夫副驾没事吧 没事 怎么了 我就还奇怪呢 为什么吴副驾跟运营那边申请 把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排班 都调开了 你找我 为什么要调班 你不不觉得我们两个最近怪怪的吗 怎么怪了 就是怪怪的啊 你没有感觉吗 就好比说 好比说你不喜欢看喜剧 可是你会陪我去看我喜欢的电影 好比说 你不喜欢吃我喜欢吃的东西 可是你会勉强你自己去陪我吃 虽然你没有说可是我感觉得到 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单调 我也不懂什么浪漫 所以 我以为 我去迎合你的喜好 你就会高兴吗 我不高兴 我当然不高兴 我就是不喜欢你为了我去改变什么 我就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你的脾气 你的性格 我不喜欢你为了我去改变自己 而且你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这么做适得其反吧 那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再刻意地改变自己 但是你也不能用消极的办法 用逃避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我们俩以后再有问题 就像今天一样把话说开好不好 好 那 我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飞啊 好吧 那你还挑不挑番 不挑了 人家那些经验 真的特别值得往学习 对 我之前去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 好羡慕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能够到海外 接受一下培训 下学啊 我教你 第一课先学会伺候师傅 去车务长那儿 给我弄点喝的 行行行 等等 都不问我们喝什么你就去啊 忘了 不好意思啊 想喝点什么 盛汁 加冰 人几两个 我不用了 谢谢 两杯盛汁 加冰 好 你这么舍完新人好吗 尊师重道 兴火相传 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这是帮他呢 那好像我之前 没有这样帮过你吗 华欣姐 给我两杯橙汁 加杯框 好的 怎么了 任机长欺负你了 任机长怎么会欺负我 他对我客气着呢 是那个陆机长 我跟你说啊 虽然在驾驶舱里面 需要服从命令 但有的事你是可以拒绝的 拒绝 我哪有这个胆量呀 最近我总是在想啊 我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开飞机 我既没有肖默的天赋 也没有无敌勤奋 更没有夏宇聪明 我可能最大的优点 就是谨慎 谨慎 你说的这个谨慎 是胆小的意思吗 被你看出来了 余姐也是这么说我的 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哪天 我真的当上机长了 我可能 我可能都会害怕 那像你这样的性格 当初干吗要考飞行员呢 还不是因为我爸 我爸是卖飞机仪电的 他能一直期望 有个开飞机的儿子 这样说出去 多有面子呀 你说我爸让我考飞行员 我能不考吗 反正学都学了 现在都做到副驾了 再坚持几年 胆子嘛 会越来越大的 好了 我先进驾驶套 各位乘客 飞机遇到强气流 请各位系好安全带 在座位上坐好 小彤 你快帮我查一下 GP6238 飞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现在到哪里了 怎么了 我刚刚看新闻上说 那边图像史上最大冰雹 机场都要关闭了 好的 稍等我马上帮你查 我姐和人哥 都在那架飞机上 如果机场关闭的话 他们应该会选择 返航或者备降 我刚刚查过了 GP6238 既没有备降 也没有返航 而是选择了 在伊斯坦布尔的上空盘旋 他们还在等什么 可能是飞机上 出什么事了吧 罗东肯定要被吓死了 说了 我现在就找我 tte酒 能所以吗 红冰雹 好 他没有aina 再彼此 敢於ugo 这位先生 你怎么了 你有心脏病是吗 你的药放在哪儿了 方元 去把急救包拿来 这个先生看你心脏病了 快过来一下 我去通知驾驶舱 好 先生 先生 杰局长 什么事 客厂里出现紧急病人 可能是心脏病 好 我知道了 机场内有种病患者 这刚才塔台不会通知我们可以降落 我们就试一下吧 这么大病毛什么也看不见 降落太危险了吧 飞机上有重病病人 我们的油也不是很够的 被降到其他机场 或者是返航 这也不安全 还是试一下吧 这个天气 那等于是盲匠 对 就等于盲匠 对 就等于盲匠 张接到消息说 GP6238可能要盲匠 盲匠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 我相信仍然可以的 我坐机场广播了 女士们先生们 这里是机场广播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降落了 在下战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气流 飞机会非常的颠簸 但是你不用担心 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弹 感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captain speaking Our aircraft have some turbulence for your safety Please remove the seat faster than you stay back Locktail is closed Tapping service is closed Thank you understanding and completion 放心吧 罗东他们会平安的 我就是有点后悔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跟他吵架了 我还为了故意气他 跑出去跟别人一块吃饭 相信他们 都是专业的飞行员 务 habil耀不缺 转试 转发 请打个选择 不认可 它的冻射 转发 转发 3-8, clear to the left 谢谢 这冰包看了玻璃砸碎了啊 不用担心,拿来找个稳,做好准备 飞机低于小华道 请上查箱率 好 小副驾 GP6238,成功降落伊斯坦布尔 大家都平安 太好了,谢谢 不客气 怎么样 这下放心了吧 嗯 给罗东打个电话吧 员,你好 好,我马上过来 老任,咱们这次盲匠还真的是精彩啊 你别说 你这盲匠的技术还真的是666 哪里哪里 老天赏饭吃 合作愉快 必须的 反正是罗东 这次挺勇敢啊 经验就这么一点点累积出来了 只要你跟大家坚持到最后 你就赞成自己了 谢谢你啊,任机长 我保证,我保证夏威肯定不进城啊 嗯,下回来 你还想有下回啊 哦,对对对 你没下回,没下回 一会儿就够够了 对对对 三位机长,辛苦了啊 东东,走了 好 先走了 拜拜,拜拜,拜拜 唉,今天真是太尽险了 连我都吓坏了 不用怕,老公在你怕什么呀 要不是你能在冰堡里面忙降 那客人真的有危险 那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走吧,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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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趕着一下 你是家吗能偏见人人吗 你子不爸爸 魂 找你 杀 做生れ 就看他能不能等到 何时等过孙孽 肖默哥哥 我在呢 怎么样 感觉好点没有 吴迪姐姐呢 康康是不是快要死了 瞎说什么呢你 你吴迪姐姐在工作 等他下班了 我就叫他来看你 这次如果你好了以后 哥哥就带你去开飞机 好不好 可你上过来说 我不能坐下飞机 这次不一样吗 生病都能好好 说明你很坚强 很勇敢 坚强的孩子 值得给蒋零 哥哥带你废 好吗 老公 老公 嗯 这次降得不错啊 谢谢陶机长 喂 康康在神切治疗部 快来 好 我知道了 陶机长 我有急需要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我看着康康这样 我真的很难过 我有去奔过康康的主治医生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骨髓 希望他能撑过去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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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派在第一位了 应该是有机会的 一定有的 他还那么小 人生还没开始呢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呢 是我们走由不了的 只能近人事 听天命 走吧 记得吃东西 别饿着了 知道了 你也是 嗯 芒向开极才了 我特别代表董事长 代表公司 来祝贺大家安全归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天时地利人和 老天给饭吃 除了天时地利以外 主要是人和 充分说明了我们机组的 专业水平确实是高 你们要知道 这次的冰雹 真的是百年难的预计 沙包大的 行了 慌当慌当我不让拿 差一点就回不来 没理解 行了 行了 总之平安回来就好 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搬完手续赶紧回去休息 谢谢 去合影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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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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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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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我还没拍呢 拍什么照啊 我们还得借你光当英雄 可不是吗 还要跟你说 把我给吓死了 你怎么还以为玩完了呢 什么玩完了 吉利点 我跟你说 余剑那天去派心市找你了 特意问你的消息 是吗 他这么关心我 是吗 他这么担心我 你怎么不自己去问他呢 他人呢 怎么没看到他 发个微信问他呀 等一下我去找他吧 勿余闹点 英雄 我们这里呢 有好吃的甜点 还有好吃的面包 你看你想吃什么 面包 给 那我要那个原味的 好 多少钱 十块钱 好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好 我说啊 你们真是小夫妻搭配 干活不累啊 这位同学 是不是忘了我是老板了 不怕我炒你鱿鱼呀 我可不敢 我可不敢 你说今儿 我们店生意这么好 是不是有韩大帅哥坐台呀 那是因为朵朵做的蛋糕好吃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呀得了吧 吃完狗粮我可吃不下了 我去后车帮忙了 好 麻烦你了啊 你那么忙还过来帮我吗 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 你说现在店的生意挺好的 要不然咱们多雇几个员工 这样你也不累了 不着急 妈妈来吧 我去后面换件衣服 等我一下 好 去吧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多多 点了吗 都点好了 你干嘛去了 我就刚才出去买了点东西 多多 你有什么打算吗 什么什么打算 就是比方说 出国呀或者别的什么的 我出国干嘛呀 我英语又不好 我现在在这儿挺好的呀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我今天在你包里 看到了米其林糕点培训手册 那个呀 我就是看看 你就是随便看看吧 没有想报名 你等一下 这个是我刚才给你买的英语书 简单的英语沟通呢 是够用的 你看看 立伟 我真的就是随便看看 我虽然想过要出国 可是你也知道 我的店现在刚开 我走了 谁帮我看呢 而且出国花销挺大的 你是担心钱吗 不是 这一个月才能花多少钱呀 主要能学到东西最重要 再说了 我可以帮你啊 不用你帮我 真的 我也有钱 这个就不用你替我操心了 我自己可以搞定 我们快吃饭吧 快吃 好吧 多吃点 就不吃了 5 5 6 7 6 7 5 9